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文哲打败了绿营 打败了蓝营 最后他能够胜出作为台北市长 我想这就是一个透过一个民意的检验 大家也都知道他高举的是两岸一家亲 毕竟我想台湾的老百姓 尤其是台北市的老百姓投票给他 也就是希望他能够推动两岸的交流 所以他举出了两岸一家亲的这个说辞 我想是他的学民门 台湾的民众所能共同接受的 那么至于民进党他们是否接受呢 我想民进党当然在这方面他们是不能接受 尤其民进党已经有人表示 有银龙表示两岸可以亲但不是一家亲 但是事实甚于雄辩 今天的政治现实是台湾的民意趋向于两岸的交流 台湾的民意认同了两岸一家亲 比如说在九二共识过去有很多人不认同 但是现在的认同度已经增加了很多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以来 大陆的一些对台措施 那么会台措施等等一连串的措施 赶召了台湾老百姓 也可以说是让改变了大家所谓的九二共识的一些认知 那当然两岸一家亲是更柔和 更人性化的去阐述这个两岸关系 那这是更能接受 这个民进党没有办法打压的 尤其现在民进党寻求绿白合作 希望跟柯文哲合作 可是柯文哲并没有去附和民进党的说法 反而提出了两岸一家亲 就表示柯文哲他抛弃民进党的诉求 而去走自己的路 我想柯文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而且很知道如何去面对政治现实 他如果只有走两岸一家亲 继续走下去的道路 那么对他未来的发展实在是无可限量 您其实预测一下未来这个民意 对两岸一家亲这样的提法 是不是会这口号会不会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得到支持呢 我想是的 因为这两岸的交流 也是台湾民众的最大的一个共识 那么这一次他能够选上 他也讲说要珍惜这两岸一家亲 共同的政治基础 同时要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 继续发展成为两岸交流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我想这是柯文哲的基本的态度 那么现在在民进党内部 也起了一些的变化 比如说他们现在要选举党主席 那么这个候选人 两位候选人都认为要开始做这个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辩论 那可见就说蔡英文所走的路线是走不通的 不受人民欢迎 而且受人民所背弃的 那么在这个当选的绿营的县市长 比如说桃园县长 郑文燦台南市长黄卫哲 他们两个都是主张要积极推动交流的 所以说在民进党里头的气氛也在酝酿 在两岸交流的大洪流之下 我想民进党如果还是维持他们过去 仇中抗中的这种心态的话 那民进党会从台湾的政治版图消失掉 您觉得民进党是不是还会继续去跟柯文哲那一方面 去寻求一个绿白合作呢 我想现在的绿白合作 柯文哲已经表态了 就是说他现在去跟上海举行双城论坛 讲两岸一家亲等这些政策 跟民进党还就是抛弃了民进党的路线 那么他要走自己的路 所以绿白的合作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想在大家如何来寻求一个政治理念的共识 尤其两岸关系政策的一个辩论上 在未来是必须要探讨的 如果说柯文哲完全去走绿营的一个路线 那么我觉得柯文哲失去了价值 以及失去了他的作用 那么现在他所挤的白色力量 大家也希望他能够高举 能够组织一个白色的政党 那么这是中间的力量 能够在台湾的政党上发挥巨大的效用 我想柯文哲很聪明 他会把握这个要点 他不会去跟着民进党的路线 反而民进党必须要考虑 您过去的路线是不是合用 过去的路线是不是在能够让你执政的时候掌握优势 我想这都是民进党必须考虑的 他改变不了柯文哲 但是民进党会引起反思的 好 谢谢姜女士 谢谢 那柯文哲下一步会不会去继续打响 两岸一家亲这样一个口号去竞选2020呢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收看 再见